土石流冲破多间仓库和商店 蔓延到马路上 形成了一条泥石流 夹杂电线赶被推倒后产生的火光 幸好人员早已撤离 这是广西河池发生的灾情 事后消防和官兵开始清理路面的碎石和泥土 福建龙岩 警校用绳索救出了六名被暴涨的河水困住的村民 马路上到处是滚滚泥水从山壁倾斜而下 福建局部地区的降雨量高达600到700毫米 救援人员帮民众从起腰的洪水中脱困 大部分地区累积雨量超过历史同期一到两倍 九条河流将发生超紧以上洪水 超紧幅度0.5米到2.0米 镜头转到河北保定 大雨导致了桥洞积水 车辆强行通过 结果连人带车一起受困 驾驶员站在门边等待救援 救援员员划着向北艇将驾驶带到了安全处 至于江西水库的水位迅速上涨 越过了易鸿道把村庄道路淹没 未来几天持续降雨加上上游的来水 因此大陆多跌的水位仍将持续上涨 TVBS新闻柯顺雄 陈向如综合报道